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人生成长的养分 MAC品格篮球创办人彭博林 小时候是个过动儿 无法维持长时间的专注 且经常因为过动而闯祸 成为老师头痛的麻烦制造者 全班公认的问题人物 所以全班同学也都排斥他讨厌他 甚至会在黑板上写满辱马他的话 例如你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异议 垃圾废物闹肿等等 因此到学校上课跟人互动 对彭博林来说都是很沉重的压力 而那时候他不过才十一十二岁 就在他受到霸凌最严重的时候 有一位基督徒朋友 邀请他参加社福团体举办的篮球比赛 他在那个团体里认识新朋友新伙伴 也学习重新跟人沟通 建立关系 在他们的包容接纳鼓励里 彭博林逐渐卸下心宝 一点一滴 将自己的挫折 痛苦不平 愤怒 对他们情图 他也慢慢从篮球上 找到了自我实现 自我价值 因此长大后 他创办了MAC的品格篮球 期待以篮球为媒介 传达正确的态度与品格 回想那一段灰色的童年 彭博林说 现在来看 霸凌是一个养分 那段经历 教会我许多宝贵的事情 另外 也是因为认识了上帝 接触到基督信仰 才使我可以把扎在身上的石头 看为垫脚石 而不是绊脚石 亲爱的朋友 面对霸凌 同学的排斥 对十一十二岁 这个最需要同才的成长阶段来说 是非常痛苦难熬的 然而走过这一段伤痛的经历 彭博林却说 这是他人生成长的养分 是垫脚石 他感谢上帝的带领 使他可以有不一样的眼光 来看待那段经历 并有机会去成为别人的祝福 事实上 人生道路上 难免会遇到许多的石头 许多的弯弯曲曲 这些可能是人的恶意攻击 环境的不顺遂 也可能是意识的失败 或是我们生命中很软弱的部分 以致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 也对未来失去盼望 然后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上帝 他必指引你的道路 意思是说 当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认定上帝的时候 他必来清除我们道路上的石头 把这些弯弯曲曲的道路修指 在前面指引我们的道路 上帝也会使用我们最大的失败 成为最大的祝福 让我们在这些经历中 更多认识自己 而当你走过这些失败软弱后 你也才会发现 上帝有多么的慈爱 能力有多么的伟大 亲爱的朋友 你也觉得自己在困难中 找不到出路吗 今天愿上帝 给你一个新的眼光 十年中在一切的世上认定他 上帝不要指引你人生的道路 使你能够胜过一切的软弱 重新出发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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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